3 2 1 请剪彩 谢谢大家的队宾 也请大家心流付我 让美女朋友多讲画面 台泥企业团董事长张安平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与台电配电处 以及在地的中山区金泰里里长游敬毅 共同为乐群充电站剪彩 台泥除能响应公司协力 参与台北市政府推动的 电动车快充站事办计划 同时也打造了三项全台第一 是六都中第一个结合太阳能光电 搭配除能系统的最低碳充电站 也启动全台第一个电动车主 可事先透过LINE预约充电的服务 也是国内第一个 适用电动车专属费率的充电站 欢迎大家今天来到台北市第一个 完全是绿的除能站 这个是它的能源 我们也知道21世纪是一个能源的世纪 没有能源是没有任何经济发展 没有任何的发展 而现在开始我们也知道 绿色的能源的创造是难的 所以说最容易开始就是节省能源 节省能源其中一部分 也就是说我们把多出来的晚上的能 除在车子上 除在除电里面 它可以白天在热的时候发电 同时需要的时候 我想处长这边也了解 可以反馈而平衡它的frequency 针对这个地区的电网的稳定性 是有帮助的 各位也知道 做一个AC to DC的充电桩 跟DC to DC的充电桩 这两个价格是以倍数来算 不是一点点 可是台里来讲的话 大家也看到 今年这个暑假 全世界爆热 爆出来全世界多少城市 有几百个城市是有史以来最热的 讲实在我们站在这边也不是很两块 但是这个呢 跟那个热比不能比 所以说我们 我是自己非常相信 我们台里的同仁也非常相信 温室气体会造成世界的暖化 暖化会造成人类文明的伤害 所以说我们投入相当大的精力 在于减少的碳排放 也尽可能增加我们能源的效率 所以说花了很大的心血 当然因为我们是一个都市 都市除了效率以外 也要美化 所以说我们也花了些时间 做了些美化的动作 其实我们的各位可以看到一个小的上映的后面 讲的 Earth Helper 我们每一个人 不要只是成为一个地球的居民 我们要成为一个地球的 Helper 才能够帮地球继续往前面发展下去 今天谢谢台北市政府跟地方帮助我们把这个建立起来 但是我们全心全力 当然台电帮我们接这个电 我再三跟台电讲说 我们绝对在不在封电的时候用电 所以说不会造成电网的压力 在这边再度谢谢各位的来临 不是为下个产业 是为地球的未来 讲出来该做的事情 不是产业 大家不要把所有事情都看成跟钞票有关 是的 做生意必须要赚钱 但是不能做所有的事情 只是为了赚钱 该做的事情也是要做 这个做下来 我可以告诉你 一定赔钱 但是我们还是做的 还是用心做的 还不是随便双双做的 各位看得出来 我们花了很大的心血 这个不只是钞票的问题 给各位看一下我们用心血在上面是多少 也就是跟大家讲说 我讲过了 你做地球的帮助人 用心去做地球才会好 今天这个非常重要 都是台北市 我们有事办了五个 公有停车场的充电设施 但是最重要的是 这个是第一个完工 然后加上它其实很特别 它是有除能的设备 也就是它在离风的时候充电 先风的时候放电 所以不影响这边的电网 所以也跟台电有一定的合作 那台北市政府很感谢台北市 好 除能 谢谢董事长 他们公司长期以来对于除能 节能 还有这次跟我们合作 还包括低碳 这样的一个设施 在台北市是第一个完成的 所以我们希望说 接下来台北市 在这个事办过程以后 我们可以把这个变成一个标准的配备 将来在我们各种的公有场馆 公有停车场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达到所谓的不浪费能源 让它更有效率的使用 因为现在很多的电力其实是短缺的 那怎么样让这些能源 跟我们推广的电动车或电动公车 将来都可以做好配套 这样子的话 我们在能源没有办法增加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样让能源更有效率的应用 我想今天是这个站 对台北市很大的 很重要 所以我们要谢谢台立 谢谢董事长 谢谢大家 我们非常感谢地方里长的支持 然后再加上其实台北市 是成立第一步碳排禁令的第一步立法 是在我们台北市的自治条例里面 所以我们很感谢用公司协力的角度 加上地方里长的配合 其实是它这个站的促成 是在今年2月初的时候开始来洽谈 那我们真的也很感谢地方的里长 积极推动搭配市政府 用力来推动这样子的一个充电站 其实它是一个完全没有去 最低碳排放量的一个加电站 所以我相信未来只要地方公司协力 大家互助的话 相信台湾的整个温室效应 其实是可以有效的来降低的 你知道我们台湾一个人的碳排放是多少吗 请大家自己想想看 你如何减碳 不是只是想企业 企业我们想尽方法减碳 也希望大家每一个人 都朝这个思想走上减碳 台北市政府在今年3月 公布2050禁令行动白皮书 台泥除能也希望结合绿能除电的低碳充电站 能成为北市倡议减碳的一处示范场域 也呼吁所有的民众 透过减碳行动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而现场的媒体联访 媒体也询问关于内湖的交通问题 副市长黄珊珊也说明 在先天都市计划的问题下 市府积极透过智慧耗制 与干线公车等各面向 来进行内湖交通的改善 内湖的交通我昨天看了半天 我想陈前部长好像也没有提出解方 也就是说如果他对这边的交通有意见 我还是要强调内湖的交通 台北市政府这是应该是说都市计划的问题 当年我也在当议员 这里原来设计的是工业区 大概原来只能容纳6万人 可是后来我们改成企业总部 改成相关的办公室 所以这边涌进来每一天将近是15万人 这道路没有道路面积没有增加 然后停车空间没有增加 所以它一定会造成当地的交通拥塞 那也不断的新大楼新建完成 所以其实进来的人口是越来越多 但是台北市政府在这几年 做的事情有几样方式 交通的改善无非关于说 我们是不是用强制的手段 比如说像很多国家像新加坡 它就会限制说双号车牌才能来 哪一天就把车辆分流 或者是用一些强制的作业 不让你停车在这里 你就不会开车来 或者是有更多更强制的作业 但是台北市政府 我们没有采取这么强制的方式 所以我们尽量在去 在现有的方式上 我们用智慧号制 台北市最多的智慧号制就在内湖 第二个我们用盖线公车 有不同的盖线公车达到不同的 包括新北市的各个场域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透过大众运输 让大家能够用大众运输过来 至少在目前为止 内湖的相关的管制 没有特别的严格 也是希望大家都能方便 第二个交通的改善还要做环境的改善 所以台北市政府做的相关的环境改善 有港前路的拓宽 成功桥的拓宽 现在我们正在做民权大桥的拓宽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中央的松山机场 松山机场一直是内湖对市区交通最大的瓶颈 那中央包括民进党已经讲了很多年 他们每次要选市长的时候都来说松山机场要不要签建 但是这几年松山机场从来没有提出一个真正改善内部交通的一些方式 我觉得如果要说的话 是不是请陈部长说换他做做看他要用什么方式来 如果只是要再去询问其他的意见的话 可能等到询问完意见再来选市长吧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